大家好,我是艾米 美国每年会合发8万5千张H1B签证 其中包括2万张是给拥有美国硕士及以上许位的外国人的 印度的外包产业是H1B签证的最大用户之一 这些签证会发放给数千名外派到美国的印度工程师 那如果当年的美国H1B签证申请及抽签已经结束 可我们却没有被抽到 这时可以先别放弃 因为还有一些备用办法可以让大家留在美国工作 第一个是可以查询是否有资格获得L1B签证 美国其实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申请这类的工作签证 以缓解对H1B的需求 这种L1B签证是为那些由企业内部转移到美国工作 并且具有特殊知识的专业人士所提供的 通常L1B的首次有效期限为三年 到期后可申请延期一次 延期的时间不超过两年 另外L1B签证的最长有效期限是五年 L1B签证申请中 外籍员工即将前往工作的美国公司 必须和他之前工作的境外公司有合格的相关公司关系 例如母子公司关系等 另外如果配偶有H1B签证 那另一半也可以申请工作许可 还有一点 如果夫妻二人当中有一方 持有H4签证 那配偶还正在申请永久居民 在这种情况下 配偶就可以获得工作许可 第三个方法是利用好之前尚未用完的H1B签证 如果申请人之前有H1B签证 但是没有用完全部的六年有效期 然后就离开美国 在境外待了一年以上 那这时雇主可以帮助他们更新签证 把有效期限用完 但这并不会纳入到每年的分配额当中 第四个方法是为非盈利机构工作 大学和医院医学研究室这类非盈利机构 可以帮助申请H1B签证 而且不受年度配额的限制 如果以上的这些方法对您来说都不是很适用 那我们也就只能耐心等待 准备好明年的申请了 那今天关于美国工作签证的相关信息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和转发 谢谢大家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